达人队亮相有话好好说 点燃七夜激情舞台 初始登场的达人梁曾斌 为何被郭西林称为地下工作者 原来是这么一位优秀的地下工作者 林郭林公开现场 老郭的为何被逼上板凳 拦着拦着点拦着点 模仿达人温龙色 在舞台上做出怎样的华丽转身 让五周童做出这般评价 当他变成黑片儿的时候 完全早退感觉了 面对来世新兴的全能达人 孟克棠惊鸿一舞 是否能顺利夺旗 我觉得他的这种票的话呢 有点专业化 神明的达人组合一亮相 就引爆全场 一切精彩 尽在本期有话好好说 稍后继续为您播出 有话好好说 正在为您播放的是 有话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 谢谢 欢迎收看辽宁卫视 有话好好说 谢谢 节目最近有一个小调整 我们搞了一个好玩的节目 没说说 我们叫百姓达人 PK德云子弟 那么有人说了 来参赛的人都是何等样人的 对 达人这块我不是太熟悉 是郭麒麟负责的 我管的是德云社的这帮孩子们 来看一下他们的简介 带着小调整个小调整的 好 希望今天 你们一定要努力 把最好的一面 献给观众朋友们 好吗 好 来 再问一下郭心灵 好了 好了 你也得一份吧 你不想拍拍 你跟他们不一样 答人都准备好了没有 都准备好了 来 依次介绍一下 先看一下小片段 来 下面有请头一位达人 梁增兵 第二位 郭灵 温龙鹤 王荣俊奇 发热体团队 好 今天的达人选手 是允文允武 有唱的 有闹的 有折腾的 这不容易 尤其最后这发热体团伙 这个团伙经常流窜在你 非常的期待 来 介绍一下 我们对面的三位裁判老师 等中间是我们特约来的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石鲁宽先生 著名音乐人 伍周童 著名节目主持人 马威 好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右面是我们的达人代表队 左边的是我们的德云代表队 两支队 我们要开始进行 表演方面的PK 首先 每队先选出一名演员 做一个简单的才艺展示 然后由裁判进行简单的评点 然后再做一个即兴表演 最后根据裁判的评分 来选进花落谁家 达人这边是谁来打头阵 你们谁打头一阵 对呀 咱看看这VCR 来 大家好 我叫梁真斌 来自河北技术能源 三矿集团 康宝煤矿的一名锦下工人 虽然呢 我是一名锦下工人 我的爱好呀 特别喜欢文艺 特别喜欢我们地方文化 虽然呢 锦下的工作又苦又累 我依然坚持 我的原生态唱作 就是说前头改的一段 那个各有卖 就是我们家乡的 传统的一个段子 这次过来呢 参加这个节目 我非常高兴 能在这个平台上 展示我自己 也是把我们家乡的 原生态二人台 带给全国各地的 观众朋友们听 我特别特别的激动 也特别的高兴 小别大海 人们的内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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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听我刚才这个VCR我看出来了 您是这么一位优秀的地下工作者 对 我是地下工作者 对对对 问您啊 您平时在这个工作生活当中 也喜欢这么唱吗 虽然是那个地下工作 特别艰苦啊 我也忘不了我的爱好 听您的唱就听得出来 下了功夫了 来问一下我们今天的裁判老师 先问伍周彤老师 从音乐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他唱得怎么样 很多人都觉得阿宝的歌声很亮 都会以他作为标准 但是我觉得我听了你的歌声之后 我觉得你要比他的歌更有感染力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声音里面带有一些 沧桑的东西 就那种沧桑的东西的话 其实是音乐里面最感人的东西 除了有那种高亢 还有一些你的生活 你把你的生活也通过你的歌声表达出来了 所以这点来说的话 真的是非常棒 谢谢吴老师 刘先生您觉得怎么样 我都听傻了 梁师傅作为一名一线职工 歌能唱得这么好 真是没想到 可见在我们一线工人队伍里 真是藏龙卧虎 歌唱得那么好听 而且真假声的结合 声音那么干净 真是听了 非常是一种享受听你的歌 那位老师 我觉得您不太放松 有点紧 这个再大气一点 可能会更好一点 不管怎么讲 三位裁判老师 给了您都非常的赞美的词语 希望接下来的比赛中 能够越来越好 谢谢 稍事休息一下 谢谢老师 我要问一下 来自德云社这一方 你们谁愿意出来应战 谢谢 林祖宗 干什么 我看好你 看好你 看好你 是曹河阳来 我连凳子都给撤了 那就我来吧 好吧 来 过来 站到台前来 我来问一下 曹河阳 刚才人家唱得可是真好 我很茫然现在 穿透力极强 没错 你用什么节目来应对 原生态的 你会吗 行吧 可以是吧 应该行 来 把舞台交给曹河阳 当初是你要分开 分开就分开 现在又要用真爱 把我捧回来 爱情不是你想卖 想卖就能卖 让我睁开 让我明白 放手你的爱 就出卖我的爱 逼着我离开 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 出卖我的爱 出卖我的爱 你费了两心债 费了两心债 就算付出再多感情 也再买不回来 当初是你要分开 分开就分开 现在又要用真爱 把我捧回来 这个爱情不是你想卖 想卖就能卖 让我睁开 让我明白 放手你的爱 我想问您一个小问题 您是怎么想到 用那首歌的前奏接这首歌的呢 我觉得挺顺的 挺顺的 挺顺的 这个曹河阳 该制的 你这个歌就跟咖啡里边割香菜似的 割大蒜 不爱就没有别的毛病 还行 我觉得挺帅的 是吗 那我们说了不算 我们得问一下三位裁判 施先生 您觉得曹河阳这唱的怎么样 我觉得 咱们不能按那个歌星 来要求我们曹河阳 河阳是名相声演员 能唱的这样 我觉得就不错了 我挺欣赏的 好极了 吴周同 唱的不错 这首歌的话呢 我觉得他唱的不是爱情买卖 是买卖爱情那种感觉 这个爱情买卖和买卖爱情 不一样 有时候的话 就是唱这样的歌的话呢 还是要有点对象感 就比如说你得想象 有那么一个事或者一个人 你刚才在那儿 一个人那儿 那种感觉就好像自得其乐的 因为我当时想的时候 想想这位老师挖矿的时候的感觉 对 就跟爱情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对对 因为我没弄出兔耳朵来 所以说 阿卫老师 我觉得从英语的角度来说呢 他这个服装还是不错的 您是名媚人 我觉得就是一个字 好 你裁判也说不出什么呢 我觉得还行吧 好吧 我们请梁先生到台中了 他唱歌还行 刚才是两位自选的节目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评委有什么建议 希望他们两个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 表演什么节目 换一首就比较适合你风格的 给我们再唱两句好不好 好 有题目了 然后这位老梁的话 也可以改变一下风格 就是看看能不能唱一点 那种比较内在一点的 抒情一点的 用你另外的一种诠释方式吧 就让我们觉得唱歌方面 还有另外的一面 好吧 这是裁判的建议 两位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那么谁先来 梁老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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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但是他说 我儿子来 借着 我 感谢观看 中边有山 西边有河 前边有这 后边有这 到底是先有山 还是先有河 几堆雨前的黑胖子 是不是叫老国 要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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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梁先生到台前来 我们来问一下三位裁判老师 就刚才双方的演唱 有什么点评 石先生 两个人唱得都非常好 我想看过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啊 观众一定会记住 梁师傅这个人和他所唱的歌 您这点评里边就没有曹霍阳词 来 来问一下武周童 反正听了这个 他们的演唱 特别是老梁的演唱 唱得真的是春心荡漾啊 郭老师 真的就进入到那种状态了 唱歌就是得这样 从这点来说的话呢 赫阳还是要学一下 不管是唱什么样 但是赫阳有一好处 就是他特别的放松 特别自然 现在很多时候唱歌太故意的那样去唱 反而唱不好 好 谢谢吴老师 那位 梁先生这个歌呢 可以是比较的凄惨 这个 而且呢 这个我觉得好像中间有三四个人在唱似的 一会儿用真声 一会儿用假声的 所以我觉得呢 是由于曹赫阳这次表现得太随意了 表现得太自然了 因此来说 相比来说呢 您比他就会强一点 但是要稍微换个德云社其他的人 我估计 哎呀 就我们这个投德云社这票 所以呢 您要是真能赢的话 您得感谢曹赫阳 真实在还握手呢 谢谢三位裁判的点评 那么接下来 请用这三位裁判老师 两排 好 三票都投了达人 恭喜梁先生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来 给梁先生插上 皮卡 那么接下来 第二组比赛是哪一位达人要出场了 您猜是谁啊 你看一看手卡 第二位达人 郭灵 好 有请 大家好 我是郭灵 我来自辽宁锦州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唱歌 并且从小有个想法 能站在舞台上唱自己的歌曲 后来我就喜欢把自己内心的世界写出来 用自己的旋律谱唱一首歌 所以我身边的同学和朋友都喜欢叫我才女 通过大家的支持 我成为了一位唱作人 嗯 我写歌的风格呢 嗯 歌词简单 旋律轻快 我想大家一定会喜欢 希望电视机前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能够支持我 我没忘记你 没忘记我 我 连名字你都说算我 我 连名字你都说算我 我 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 我 看今天你怎么说我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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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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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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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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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你到小春来 生活特别多 银河 呀银河 银河 里有个我 随风飘过 才能找到真正的我 记着我的情 记着我的爱 记着有我天天在等待 我在等着你回来 千万不要放我来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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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这个是来自锦州 对 锦州人说话有特点啊 声音往上扬 你会讲地道的锦州话吗 郭哥 你吃饭了吗 你干什么呀 你在哪儿呢 这么多年了 我终于见到你了 来到了 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是你妹子呀 往上扣银扬着走是吧 对对对 好 特别喜欢唱歌是吧 对 这个想问一下 人家女孩唱得这么好 你们谁敢迎上前来 谁呀 张俊磊啊 我呀 可以呀 来 到前面来 张俊磊这头烫得跟机关的似的 往前来啊 我看吧 我刚才看你这个造型 我就很开心 我要留这么一头 是不是显得高一点就 我们先问一下啊 这个几位裁判老师 您觉得郭灵的唱怎么样 第一个问题呢 我觉得你今天的 这身衣服没有选好 并不是说你的衣服不漂亮 主要是你的色调 有可能你是想和郭老师配一下 但是唱邓丽君的歌 不能穿成这样 他的歌非常甜美而温暖 唱他的歌 一定要配一身 就是要明亮一些的 温暖一些色彩的衣服 你知道邓丽君的所有的 他的演出服里面 包括他上台演唱 他从来不穿那种黑色的东西 我是已经发自己的 自己的专辑了 然后我不是模仿秀 所以说我穿这衣服 不是为了唱邓丽君的歌 而是说展示一下 自己也是参加这个了 我就是玩开心来的 不是为了唱邓丽君老师的歌 才能穿这样的衣服 是配合 我不是模仿秀 我没说你模仿 我是说你的 整个唱的音乐的风格 要和你的身上的服装 要搭配好 这样的话呢 才会有更有艺术的感染力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 我再想说一点 就是很多地方 你的咬字太稍微的紧了一点 或者是太重了一点 像这样的歌曲的话 我个人认为的话 一定要发音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的松和软 这两个字的话呢 是演唱方面的技巧 今天我觉得我多说几句 因为你是发过唱片的 又自己写歌 是吧 他说你了 该你说他了 没关系 我先先会儿坤坤 不说了 我因为得来回说几回呢 吴先生觉得怎么样 我同意吴老师的发言 刚才他也讲这个服装和歌 如何搭配 很长知识 刚才这个 他介绍叫小才女 这歌唱的确实非常的好听 几首邓丽君的歌曲 穿在一起唱 唱的确实不错 喂 哪位老师 我本来从专业角度来说呢 你看他长这么漂亮 对吧 谢谢 谢谢 太棒了 但是小妹妹 我给你提个建议啊 就是你这个性格得改一下 这个人家说你一点点问题啊 你不要马上就反击他 这个因为呢 这个吴周彤 我不是挑事啊 这个吴周彤老师呢 也是德国王仲 其实呢 他脾气呢也特别爆 这个要不是我们在这拦着 你刚才那对话 有可能就是像录不下去了 这个邓丽君呢 在我们这些中老年人当中啊 确实是偶像 吴周彤老师说的是对的 我们希望邓丽君呢 就是是那个样子的 既然你模仿他 好不好 这是善意的建议 千万别再顶吴老师 行吗 好不好 我给你出一个 有一个要求 你只要做出来的话 吴周彤那票 我整理帮你拉过来 行吗 你能学邓丽君走路吗 在舞台上 这那种来回的那种 能吗 好 我试一下吧 你试一下 就他那种突然间 但是穿着紧裙子那种 突然间那种啊 我一直唱一边 学好吗 一定要走起来 要走到郭老师的身边啊 来着不用 好 我一直唱一首 不说不怕 不说我 不说我 不许你 我没忘记你 你忘记我 我忘记你忘记我忘 连名字你都说错忘 证明你一切都是在偏默 看今天你怎么说 你说过两天来侯我 一等就是一年多 三百六十五个日子都好过 你心里根本没有我 快走 把我的爱情换给我 本郭老师走 小碎步走 本郭老师 把我的爱情换给我 他还是在这儿呢 拦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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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吧 行了 行了 可以了 你有点讨厌 我觉得现在对张云雷来说 是有压力的 三位裁判老师都点评完了 现场的观众也是有目共睹 接下来我们把现场交给你 看看你用什么绝招来对付他 好吗 来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一点 来 夜来相 我为你歌唱 夜来相 我为你思量 小城故事多 充满喜和乐 若是你到小城来 收获得别多 任时光飞从流去 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人生几何能够达到知己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送你一份大小村来 有句话要交代 虽然已经是百花牌 路边的野花 你不要猜 天秘密 你笑的天秘密 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开在春风里 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我一时想不起 花在梦里 在梦里 这一句话那可了不得了 明天回去就改口口本吧 还是 张立军 施先生 刚才是才女 模仿邓丽军的歌 这回是才子 唱邓丽军的歌 所以比起来他这个难度 我认为就更大一些了 唱得不错 好 三位老师 我倒是觉得 好 谢谢 那么三位裁判都点评完了 我们是这么认为 好 还有话要讲 来继续 好 说得更中快了 谢谢 那老师 你别拿不老开玩笑啊 真是 我觉得倒是 如果你这么PK的话 肯定干不过这小女孩 所以呢 我觉得反倒要是用那种 比较苍苍的男人的生意 去唱邓丽军的歌 可能是另外一种感觉 学邓丽军的父亲 就是如果比如说 郭先生 咱你你信不信 你要让郭先生 那要是能唱一首邓丽军的歌 那种感觉 绝对你们没听过 我就会几句 送你送到了小村外 有句话要交代 虽然已经是百花开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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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琳的原创 这个 我们也很期待 张云雷呢 我觉得你也应该有一点挑战 你这样吧 你就根据你平时最爱做的一件事 然后唱一首歌 好吧 这是一道比较难的题 但是我相信你应该是可以的 哎 高手对决裁剑功力 对对对 把舞台交给你们两位 来 我们拭目以待 两百分已经PK互相上下 接下来张云雷又将如何打动评委 同时模仿达人李赫彪 会拿出什么样的绝技 与温龙鹤一争高下 稍后继续为您播出 有话好好说 正在为您播放的事 有话好好说 你的我的爱 有没有这个 你的爱心们 有没有被我开过 我对你的爱真的太累了 不爱我 早点说 别让我太迷茫着 分手不说 谁对谁错 两个人又三十天注定的 嗯 如果我爱你 我爱你 你爱我 哦 我爱你 会让我 我爱你 我爱你 我觉得我很厉害 不要这么对 我爱你 你爱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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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虽然这首歌曲呢 你一定是要去把它 这个节奏把握好 但有的地方 你要自己要去展开一点 太中规中矩去卡那个点了 那这样的话 这首歌就那种感动的东西 就少了很多 所以有时候呢 我觉得一方面要找节奏 另一方面要忘记节奏 这样这首歌 才会唱得更好 好极了 谢谢吴老师 谢谢 石先生 因为他跟那个 刚才唱歌的那个才女啊 是不一样的 因为才女是学的音乐 现在又是在搞音乐创作 我们这个张云雷这个小朋友呢 是相声演员 能学唱歌曲 能学到这个份上 真是不容易 非常好 这个郭琳的歌呢 我想特别想在这请教一下 吴周农先生 就是我听到这个歌啊 我老觉得是那个 很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这是为什么呢 这首歌 我一听就是像爱情买卖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这首歌是你的原创的 但是我我不相信 郭琳你平时喜欢听这样的歌 这叫用我们的话叫口水歌 当然并不是说口水歌就不好 它可以让很多人喜欢 而且流行得很快 但是在这个舞台上 如果你要去原创作品的话呢 我总觉得你应该 创作一些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而不是说 可能这项歌 更适合什么什么样的东西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那么接下来请三位裁判 亮牌 好 恭喜张云蕾 我们也希望郭琳 出更多的好作品 谢谢 太安住了 太安住了 真好 大回去吧 快大回去吧 这个现在双方的比分是一样的 尊别有意感情 那么接下来我们很期待 第三组达人 是哪一位呢 第三位达人 非常的有意思 好 下面有请第三位达人 温龙鹤 好 有请 嗨 大家好 我叫温龙鹤 今年二十一岁 我来自东北的吉林 我平时呢 比较喜欢唱歌和跳舞 芬芬哥还可以像孟靖品 很母亲 soccer benchmark besch愿店 中文字幕志愿使我 其实呢我上大学的时候 学的是积淀工程专业 由于特别喜欢唱歌 所以毕业之后 我自己一个人来到了北京 成为了一名自由职业者 我现在的闲暇时间呢 都会自己去练习唱歌或者跳舞 我希望有一天能够有一个 属于我自己的舞台 把我的歌声献给大家 请大家记住我 我是一个音乐模仿达人 只是因为在眼群中离开了你 再也没能忘掉你 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处 从此我开始不告诉你 我们一起颤抖 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 还没跟你牵着手 走过荒芜的霞丘 可能在我左右 你才追求 孤独的自由 我身既能连下路相逢 终不能信念 手心忽然长出 纠缠的曲纠缠 纠缠的曲线 都是之间 情动 以后 传不过一切 留不住 散不住 留意 听说您这个 模仿这个明星模仿的特别的像 我还会模仿小沈阳 我的天 你等会 小沈阳 这个 叉叉给我走 因为我看了 反差太大了 怎么好了吗 冷门 这是没想到 是 是大姑娘站在 还能学小沈阳 能模仿很多的明星 有的咪位 也是小品明星 叫宋丹丹 听说您能模仿 我也可以啊 我是省在旧社会 长在红旗下 熟在春风里 准备跨四季 于是乎 我冒出个想法 我想写本书 写啥 人一评 出本书叫日子 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叫做名啊 你叫臭月子 听完您唱的歌 你说的真不错 来问一下 我们这三位裁判 苏先生 您觉得连说代唱怎么样 不是怎么 今天 这前三位选手 全是唱歌啊 怎么全比上唱了 因为我实在是 不敢多说了 因为 我也怕说出外行话 让人笑话 还是听听 吴老师的意思 好 来 吴周同 唱的方面的话 我觉得 问题挺多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 就是没有起来 就是没有那种 缥缈的感觉 你唱的歌 都选的是 王菲的那种作品 就是他非常的 缥缈 反而刚才您跟那个 小郭两人 斗那几下 我觉得还挺棒的 所以我建议 请您可以多 往这方面发展 发展 他这个意思 就劝你别唱 以后改行了 那这个 那位老师 反正德云社 要是招女弟子的话 我一定推荐你成为第一个 第一个老师 另外一个 我觉得你的性格和表演的 落差感太大 如果要是德云社 未婚的男青年 跟你谈恋爱的话 估计 会很艰难的生活下去 老师那是为什么呢 很难把握你的情感 我觉得你这个女孩子 是外表冷漠 一会儿凉一会儿热的 有点受不了 那个不错啊 三位裁判 对你都非常的喜欢 从不同的角度 来夸奖了一下 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下 谁愿意出来PK他 好 我们有未婚男子 未婚男青年 来来来来 我来介绍一下 今天他们两位的服装 也非常的般配 你看看 这个介绍一下 这是我徒弟 德云社知名相声艺人 李贺彪 李贺彪 贺彪这么些年来 执着于艺术创作和表演 一直就没有谈女朋友 对 但是今天来到我们 有话好好说了 我们很希望你们两个人 能够把你们的感情问题 人家有男朋友 我已婚 已婚的你太后吗 他说那坏了 那坏了 咱们今天只谈论艺术 好吗 来吧 舞台交给李贺彪 我们拭目以待 来呀 昨天晚上 做了一个梦 梦见文艺界的 中老艺术家们 在一块 开了这么一个 学术研讨会 首先 站起来第一个发言的 是马三立 马老 我认为 我认为啊 郭特光的 我呀 跟他那个搭档 叫于谦啊 跟这孩子有关系 啊 跟于谦捧捧捧 捧得不错 捧得好 我打算 给于谦 给这个于谦 给他叫过来 给我捧捧了 你看 马三立说完了 坐下了 旁边范伟非常激动地 站起来了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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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没等说完呢 旁边文星雨 老先生站起来了 啊 我说你这个至上啊 就不要说话了啊 让文先生就拦下了 但是范伟呢 很不服气 怎么的 怎么的 哎 我今天好了 我能小跑了 我能垫步 哎 我垫步 我垫步 我能大跳 哎 我大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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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白天鹅到黑天鹅 恩隆鹤 惊艳全场 李克彪的组舞 又有怎样的效果 民族舞与现代舞 穿越时空的同台PK 孟克棠与王龙俊奇 谁将在本轮取胜 稍后继续为您播出 有话好好说 正在为您播放的是 有话好好说 来我们听一下 台湾怎么说的 吴先生 这回没唱 刚才他这段模仿 模仿了众多人物 而且穿成是一个故事 穿起来说 这是很吃功夫 模仿这些 老前辈说话呀 模仿他们的语言呢 还是要越简单越好 点道而已 就可以了 谢谢 吴老师 我这方面不太懂 我觉得他学的挺像的 有几个段 我闭上眼睛听 跟真的一样 哪位老师 可以看出这个男人很有心计 就是他故意让着 那个女选手 明显的是收着呢 我相信呢 你有更绝的活在后的呢 所以我觉得呢 反正人家也结婚了 你也别惦记了呢 有什么绝活就亮出来吧 来 温龙鹤到前面来 一会儿他换了身衣服 脏得这么快 这身白衣服 三位排派 给他们有什么建议没有 刚才两人表演的 都属于模仿 这回呀 这一轮我建议 不模仿任何人 就是表演自己 把你们最拿手的 最能展示自己才艺的 这个东西 你给展示出来 您说这个好 放开手脚 展现自己 对 来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两位的精彩表演 掌声鼓励一下 李温龙鹤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好 谢谢两位的表演 温龙鹤跳得非常好 李温龙鹤这个 看出来恢复得不错 石先生 赫彪这舞有点意思 那个孔雀舞跟斗鸡能结合一块 挺不容易的 至于刚才两人表演的都是舞蹈 这方面我真是说实在话 不敢妄加评论 因为我的旁边做了一个我们中国著名的独舞表演艺术家 纳薇先生 还是听听他的意见 好 其实呢 我离开舞蹈这个行业已经很多年了 这个毕竟小时候是搞舞蹈的出身 要什么舞能把脖子跳成那么粗啊 但是呢 从这个支持相声的角度 我还是觉得呢 我比较倾向于这个我们贺彪 李贺彪先生 好 舞蹈彤老师 我觉得刚才他穿着一身白衣服的时候 就像一只白天鹅 白天鹅的时候呢 我觉得歌唱的好像有一点点欠缺 当他变成黑天鹅的时候 我发现找对感觉了 所以你以后还是做黑天鹅比较好 不要做白天鹅 这更适合你 好吧 谢谢三位老师 那么决定胜负的时候到了 请我们这三位裁判 两排 好 呼吸我们的黑白天鹅 来 插旗 有标在先在利 来 郭麒麟 告诉我们接下来出场的达人是哪一位 下一位 达人这个名字就很达人嘛 好 叫王荣俊奇 好 来 有请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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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王荣俊奇 我是一名DJ 但是呢 虽然在北京工作 但是我也是一个苗宁人 苗宁北溪人 今天来到有话好好说 我要挑战你们 挑战郭老师的弟子 你们准备好了吗 What's fair 哎哼 有的人问我舞蹈是什么 舞蹈就是 我才不明白了 就得卡了 哈哈哈哈 哎呦啊 啊救救我啊 哎呦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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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可惜不是你 陪我到最后 曾一起走却 就是那路口 累死我了 舞蹈 二人传 还有美声 还有流行歌曲 你们喜欢哪一个 我都行 知道吗 我就是王荣俊琪 你们一定要记住我 阿尔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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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来 我们看看这个孟可堂 表现如何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我觉得她的这种跳的话呢 有点专业范 那种天地之间都在她的手足之下 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那舞蹈老师 相对于这个 温龙鹤来讲 那肯定是很好了 前面都赞美过了 那个我想纠正一下 你别拿小孟的舞蹈和这 温龙鹤比啊 她应该跟那叫叫王荣俊 他们两个PK呢 你老记得女孩子了 现在换男孩子了 换了哈 那老师这是刚睡醒 那是啊 不是 就是我觉得 来 我们请 王荣 真难说 你也到前面来 对 上来我就知道了 让那老师看明白了 我都看清楚 反正呢 就是他们两个相对来说 明显的肯定是 我们这位德育社的小伙子 他肯定是更胜一筹的 好 好吧 谢谢三位裁判 谢谢 那么接下来 咱们请教一下三位老师啊 对于接下来 他们两位的比赛 有什么建议没有 咱们平常有句成语 叫能歌善舞 刚才两位小朋友 都表演了舞蹈了 现在就下一轮 能不能展现一下 你们唱歌的水平 好 来 我们来欣赏一下两位 看一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表较 转发表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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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来到现场 打算把这个动作 现场编排 电影幕后编排的一些东西 展现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 这位来 你来学那个郭老师吧 你来学那个 那老师 今天 咱们把这个 节目排完以后 交给郭老师 那老师就可以了 好 好 来 准备啊 好 准备 开机 好 准备 开机 开始 要寻找 好 走 好 走快点 好 走快点 好 走快点 这么走的呀 紧张 都紧张 再来 再来 准备 好 再来一遍啊 好 郭老师为人拿了手 断 哎 我才那么算吗 就对了吗 好嘞 走 气氛 好嘞 你都不会动动 看那个咱拍台词啊 来 准备 好 这个 哎 拍下台词 好准备啊 你们自己编吧 编能打起来就行 准备 好 开始吧 自己编 哎 米娅 您再学黄师傅吧 您再学叶师傅 放马过来吧 对啊 呀 呀 啊 啊 啊 哪也不能 这么大呀 嫩的 谢谢 来 三位大侠请刘牧 对 对 挺有意思 云文云舞 也有包袱还是冷幽默 而且三个人形体配合非常的好 来问问三位台湾有什么要求 这是三位都是武打替身 对 能站在这个舞台上 结合他们职业特点 演了这么一个 武打搞笑的小品 很精彩 谢谢石先生 谢谢啊 这个吴罗通 过去他们肯定连一句台词都没有 但是今天他们 舞台属于他们的 他们的表现 给我感觉是出人意料 我希望你们 能够出人投地 谢谢老师 据说给曾子丹做过舞踢是吧 对 电影嘛 他要拍好几个月 然后呢 他不能受伤 受伤没法拍了 所以说有一些难度动作的话 我们来做 影视剧的五行演员 我们认识好多 因为我们拍戏也是请过好多人 这个一般来说都不爱说话 他们三位算是这里边 出雷八脆的了 还能抖包袱 还能有尽头 实属不易 是 那位老师 我一直怀疑 他们三个人是德云社交出来的 这个包袱感 这个相声 我觉得 是不是你们之间都配合好了 我觉得 但是你看这三个大褂 可不像我们那儿交出来的 好吧 好吧 三位稍微休息一下 好吗 谢谢 来 我问一问各位 有压力没有 还有一个 三个人吗 三人 人家是三个人 你们也是三个人 想问一下 想表演个什么节目 我们来一个小品吧 舞台交给你们 希望你们有出色的表演 来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刚才那个节目 你们看了吗 看了 作何感想 在下不是夸海口 如果我薛薛的一出手 我怕喝到他们 喝到他们 对 如何喝到他们 这能喝到他们吗 你的意思 你得有真功夫 莫非说真让我出手吗 当然 当到二位 我可不忍心 怎么能伤到我们呢 就是 真的让我发功吗 当然了 好吧 放马过来 我练就了一身钢筋铁骨 可不是浪则虚名 他 手 倒你 哎呀 你太厉害了 这一般人还真来不了呢 这个手 哪个手 我两只手都行 知道吗 知道你错误在哪里吗 哪里 现在的武术博大精深 没有十年二十年 甚至五十年 一百年 你都完成不了 我的武术 就是以气势压倒敌人 光说笔 可不像 那我就点拿手绝技 给你们看一看 我告诉你 有气势的东西 不见得很简单 但是 绝对能吓到人 虎拳 这几个王子 就是虎拳 你吓到我了 我看到你恐惧的表情 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太暴力了 好 给你来一个温柔一些 美女拳 令人翔绝技一出 是否能为德云 帮回气势 大热题舞台上展现 光影世界里的闪转成挪 德云弟子 是否能在最后时刻 上演 逆转成好戏 不要走开 最终悬念 马上揭晓 稍后继续为您播出 有话好好说 正在为您播放的事 有话好好说 什么表情 有真风 什么 真正的武术 现在就来了 关公圈 能伤人的 那得说暗器 暗器 我刚才去食堂 就拿了一把暗器 食堂会有什么暗器 你太有才了 因为暗器 都是一次性 二位 接招 幸亏哥的功夫身 哪 没有伤到 小小把气 怎能伤到我 为什么回不过来弯了 这都是骗人的 如果按照咱们这种武功 根本无法与他们抗衡 咱们战胜不了他们 那就回去继续修炼 努力学习 那咱们就 后会 有期 原来是说 现在改成三个人演 我们来听一下 三位裁判老师怎么说的 石先生 就是在表演的时候 如果再注意一下 这三个人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 在排练的时候 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个性 再突出一点 让你看 三个鲜活的人物 就更好看了 吴老师 没 没 没法说了 大卫老师 好 谢谢大老师 你今天发现有点啰嗦了 来来来 我们请 团伙的三位也过来 现在场上是 两支队伍啊 跟裁判老师们 有没有建议 就是你们既然很配合 能不能在现场 给我们表一个 表演一个 你们特别有团队精神的节目 好主意 相互配合 这边呢 三位呢 我们实在是特想听着 你们仨人合一一起 说个像 好极了 那么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好 我们用最热的掌声 鼓励一下他们 来 让咱们三人表演一个 咱们仨好像没合作过 是啊 第一回 这么多年了 那怎么吧 咱们来一个简单一点的吧 什么 咱们呀 来回文字游戏怎么样 这天没文字 不懂 文字游戏 就是跟文字做游戏 那也找不着啊 怎么说 你给讲一讲 文字游戏 你想想咱们相声演员 这是语言的艺术 首先来说 知识含量必须得有 所以说咱们这考验文化的功底 咱来文字游戏怎么样 可以啊 这可以是吧 规矩你给说说 说说啊 就是说啊 我第一个说 我说出四样东西来 您再说四样东西 我第二个说 对对对对 您说这四样东西得管着我这四样 这四样还有特质 比方说得是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桌上摆的 屋里有的 这四样东西 他说出来管上了我 这叫四管 你再说四样 把我们俩这个都管上了 这叫四侠 四管四侠 四管四侠 这么个四管 这个来嘛 可以啊 你行吗 我没问题 你出的主意 你先说 你先起个头 一猜就是我先说 那我第一个来了 比方说头一个 天上飞的 什么 鸳鸯 下面是地上跑的 绵羊 桌上摆的 什么 文章 后面还有一屋里有的 我这是梅香 梅香是谁 梅香啊 这个就是小丫鬟的名字 丫鬟 丫鬟 懂什么意思吧 是的 丫鬟 似同人的小丫鬟 我说完了 该我了 该说完 你看他准备好了 该我了 行行 先问你啊 天上飞的 天上飞的 凤凰 好 地上跑的 地上跑的 大灰狼啊 大灰狼 也好 就是柴狼 喜羊羊与灰菜狼 对对对 有一老话说的好 就是狼吃羊冷 对不对 对对对 桌上摆的 桌上摆的 书箱 这书箱是什么呢 专门装书的地儿 成书的箱子 那些文章对着哥 我这书箱里 好 这也好 屋里有的 姑娘 姑娘 这是姑娘 我没想意是姑娘 这怎么能一样 我们这是小姐 大家闺秀 小姐跟丫鬟能一样吗 就叫大姑娘 我们这是大小姐 我得伺候你 你得伺候这小姐 这你就能管上我了 都能管上吗 可以可以可以 该谁了 该她了 你看她 你看她说什么 天上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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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枪 这不像话 动画片看多了 鸟枪旁边整俩翅膀 谁告诉你鸟枪不能飞 咱们就是不能飞 鸟枪 鸟枪 确实不能飞 对啊 但是 但是它里边有子弹呢 让子弹飞啊 怎么了 这都 让子弹飞啊 勉强一点 鸟枪就能飞了 鸟枪 到何哲押韵 对 天上飞鸟枪 对 行算过了 地上跑的 地上跑的 大老虎 你这样 大老虎 这不合适了 大老虎怎么不合适了 我给你处议处议 寿中王 大老虎寿中王 等一词 寿中王 寿中王 这行吗 寿中王 好好行 锅上摆的 火柴 屋里有的 德纲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这 德纲啊 我师父 你能解释吗 当然能解释了 都能解释 来来 你过来 来来 问他 我问你 都能解释 天上飞的鸟枪 这什么意思 天上飞的鸟枪 打死你的鸳鸯 烧带着你的凤凰 地上跑的 大老虎 大老虎 吃了你的绵羊 啃了你的豺狼 桌上的火柴 拢了你的文章 烧了你的书香 你什么 点火 你不再带 你不再带 平均 不再带 你第一带 你不再带 你的鸟枪 探索 你很吉他 你我不 tweet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常的精彩 他们相声是很文 这个节目是真摔真打 所以让他们之间比 确实我们很为难 是是是 听听他们二位的意见 这三位演员 我觉得真的是真功夫啊 像是没有纸箱子 也没有垫子 我们都眼看着往下跳 就从这点来说的话呢 反正我心里边 还是被他们打动了 很厉害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好 谢谢吴老师 那老师 相声当然没得说 德云社的相声嘛 他们三位呢 除了武打之外呢 也学了不少相声的东西 德刚我觉得这是一件挺高兴的事 是是是是 我所以来说呢 相对来说 我个人认为 这 虽然说没有可比镜 但是由于他们学到了相声的元素 所以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这三位 好极了啊 我们还是请三位裁判老师 两排 很为难 百姓达人队都争光了啊 得了一面红旗 那么我们跟步 今天获得本场比赛的是 达人队 那么今天我们还要选出来 双方各自要有一位 在台上表现力最强的演员 没错 我们听听石先生怎么说 刚才不是我个人意见 我们仨刚才商量了一下 达人队呢 推举温龙鹤 恭喜 咱们德云队呢 推举的是张云雷 恭喜 来 我们分别送上奖杯 希望你们再接再厉 谢谢所有的达人朋友 感谢来参加演出的 德云色的主弟们 敬请观众 新浪微博聊事有话好好说 感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再次感谢我们的三位台发老师 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快乐 谢谢